什么是官僚主义 周恩来总理曾经专门总结过 共总结出了20条 每一条都是切中要害 真编实弊 看看我们有没有这些毛病吧 第一种 高高在上 咕噜寡闻 不了解下情 不调查研究 不抓具体政策 不做政治思想工作 脱离群众 脱离实际 一旦发号施令 必将误国误民 这是脱离领导 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 第二种 狂妄自大 骄傲自满 主观片面 粗职大业 不抓业务 空谈政治 不听人言 蛮横专断 不顾实际 胡乱指挥 这是强迫命令式的官僚主义 第三种 从早到晚 忙忙碌碌 一年到头 辛辛苦苦 对事情没有调查 对人员没有考察 发言 无准备 工作 无计划 既不研究政策 又不依靠群众 盲目单干 不辨方向 这是无头脑的 迷失方向的 事物主义的官僚主义 第四种 观起熏天 不可向耳 唯我独尊 使人望而生畏 遗旨气使 不以平等待人 作风粗暴 动则破口骂人 这是老爷式的官僚主义 第五种 不学无术 耻于下问 浮夸谎暴 满哄中央 弄虚作假 闻过是非 公则归己 过则归人 这是不老实的官僚主义 第六种 遇事推为 怕负责任 承担任务 讨价还价 办事拖拉 长期不绝 麻木不仁 失掉警惕 这是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 第七种 遇事敷衍 与人无争 老于事故 巧于应付 上捧下拉 面面俱远 这是做官混饭吃的官僚主义 第八种 学政治不成 钻业务不尽 语言无畏 领导无方 十位素餐 滥鱼充树 这是满汉无能的官僚主义 第九种 活活秃秃 浑浑沾沾 人云亦云 得过且过 饱食周日 无所用心 一问三不知 一铺 十日寒 这是糊涂无用的官僚主义 第十种 文件要人带读 边听边睡 不看就批 错了怪人 对事情心中无数 又不愿跟人商量 推来推去 不了了之 对上则支支吾吾 唯唯诺诺 对下则不懂装懂 指手画脚 对同级则貌合神离 同床异梦 这是满汉式的官僚主义 第十一种 机构庞杂 人浮于世 重床叠乌 团团转转 人多事乱 不务正业 浪费资财 破坏制度 这是机关式的官僚主义 第十二种 指示多 不看 报告多 不批 表报多 不用 会议多 不传 来往多 不谈 这是文读主义 和形式主义的官僚主义 第十三种 图享受 怕艰苦 好伸手 走后门 一人做官 全家享福 一人得道 鸡犬升天 请客送礼 制装天丝 苦乐不均 内外不一 这是特殊化的官僚主义 第十四种 官越做越大 脾气越来越坏 生活要求越来越高 房子越大越好 装饰越贵越好 供应越多越好 领导干部这样 必定引起周围的人铺杖浪费 左右的人上下其手 这是百官架子的官僚主义 第十五种 假公及私 疑私做工 坚守自盗 执法犯法 多吃多战 不退不还 这是自私自利的官僚主义 第十六种 伸手向党要名誉 要地位 不给还不满意 对工作挑肥减受 对待遇斤斤计较 对同事拉拉扯扯 对群众漠不关心 这是争名夺利的官僚主义 第十七种 多头领导 互不团结 整出堕门 工作散乱 互相排挤 上下隔阂 急不急中 也无民主 这是闹不团结的官僚主义 第十八种 木无组织 任用私人 结党营私 互相报庇 封建关系 派别利益 个人超越一切 小工损害大工 这是宗派性的官僚主义 第十九种 革命意志衰退 政治生活退化 靠老资格 摆关架子 大吃大喝 好意勿劳 游山玩水 走马观花 既不用脑 也不动手 不注意国家利益 不关心群众生活 这是退化变质的官僚主义 第二十种 助长歪风邪气 纵容坏人坏事 打击报复 违法乱纪 压制民主 欺凌群众 甚至敌我不分 互相勾结 左肩反科 害党害国 这是走上非常危险道路的官僚主义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